好小子閻正國 因為吸毒持有槍械被捕 甚至捲入辱人勒署案 被判刑15年 但在獄中因為一件事情 讓他人生改變 我沒有頭啊 我都在家裡面 從頭到尾我只是 怎麼講 我只是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說知道說 不是我曾經犯錯 我現在就是一定會做錯的事情 我並沒有說躲避 我一直在審視就是怕被尋求 我一直以為 那現在我就是希望律師陪同我來 那我現在也是想要趕快澄清這件事情 案發後雖然主動到案說明 但法官依舊認定 當年28歲的閻正國 和朋友是購謀訪假 還分得贖金8000元 因此判處15年的有期徒刑 而服刑期間遇到父親過世 才讓閻正國的想法開始改變 孝子嘛 我們說父親過世的 最起碼的皮麻帶孝都要 但當時我就做不到 這很簡單啊 我一人子女就回來就 皮麻帶孝穿個孝福 然後就可能送他最後一層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當時做不到的我 我就會思考為什麼我做不到 他沒有教我說不可以做壞事嗎 沒有啊 他每天唸啊 他沒有教我說 不能觸犯刑法嗎 也沒有啊 也有啊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在這裡 別人做得到的事情 反而我做不到 血氣方剛的閻正國 第一次沉澱下來 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當開始了 我很討厭血氣 因為我不認識字 所以叫我血氣 真的就是人生的十大褲刑之一 但是後來啊 我發現了 我在哪裡跌倒 我在這邊要關這麼久 我不知道我要關多久當時 所以我只能說 我想要在 浪費青春的這幾年當中 吸收到我永遠吸收不到的元素 那什麼對我來講最困難 讀書寫記最困難 所以我就挑戰你書房 阿平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打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 很多個禮拜 搞